我們吃完跟寶寶講 好不好吃好不好 炒派 好不好來 還要吃嗎 還要嗎 再給你一塊 第一個論點叫 狗狗不吃 不會 馬熊 再一塊好不好 馬熊會吃啊 再來是我吃 脆的感覺 還是一句話 因為 他的麵一忍掉 你說如果跟連鎖店 我覺得不會 不會說差哪裡去 大家可以看到 超派這麼多 這麼多 那我現在講 我們本來要付錢 但是呢 後來被抓包 因為我們訂太多了 本來他沒有辦法出給我們 無奈之下 只好說我們是館長團隊 這邊還是感謝超哥啦 感謝文哥啦 但是我跟你們真的不認識 我們真的是 後來你們不賣我們嗎 後來沒辦法 我們說我真的要 是我啦 是我啦 我要我要吃啦 他們才說不收錢 這樣子敢給我們 這樣 那首先呢 他這個有爭議的就是雞腿 來我們邀請到 我們最會吃的 美食公道犬 好不好 狗都不吃 狗都不吃 吃完跟爸爸講好不好吃 好不好 超派 好不好來 來 吃看看 還要吃嗎 還要嗎 再給你一塊 第一個論點叫 果肉不吃 不會 馬熊 嗯 再一塊好不好 我們馬熊會吃啊 再來是我吃 我說實在話 他這個雞肉不柴 我說實在話 他說用溫體雞做的 吃起來感覺的確像溫體雞 因為 而且他粉沒有很多 超派 有辣粉就完美了 他這個炸魷魚喔 他好吃的點讚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吹 因為外面炸魷魚比較小 有時候會太乾 炸得太乾很硬 他這個不會 他這個軟不得燙 他這個炸雞喔 可能是因為 因為我們從台北西門町炸回來 50分鐘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粉有點冷掉 冷掉了 實話實說 我覺得這個就 比剛剛的雞塊 比剛剛的魷魚 差一點 但是呢 因為 50分鐘 很脆的感覺 還是一句話 因為 他的面衣冷掉 你說如果跟連鎖店 我覺得不會 不會說差在哪裡去 就 雞排 也沒有很差 這個 剛炸出來應該是不錯 大家去買 剛買就吃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還是有點冷掉 還是好吃 我覺得 炸物嘛 剛炸出來 最好吃 對 嗯 也有 他那是 有 一些人 有 的 有